民进党当局极力的贴靠美方一意孤行加紧意外谋独 以武谋独 导致台海紧张动荡 严重的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 他们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 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权购买美国武器 千方百计的迎合美国 一步一步将台湾绑上台独的战车 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 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对此是有强烈的反对和不满 他们充分认识到 以美只会害台 以武谋独更是绝路一条 民进党当局应当放弃以武谋独 意外谋独的企图 停止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